好,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今天老师要做一个示范 那就是如何提交你的功课 老师发现到很多同学 依然不会怎样提交你自己的功课 那么老师来看一下 这是老师的这个科学班 那么之前都有给了好几样功课 那么你们可以看到 如果有这样子的这个符号呢 这个是,啊,代表是没有东西做 只需要去看完成它就好了 那么老师多数都会叫你们留言说 完成了吗? 你们就会写完成了,做好了,等等的 好,那么你们来看一下这个沟通小高手 那么这个呢,它为什么已经是这样的颜色了 因为它已经完成了,看到吗? 已经graded了,老师已经给了分数 那么这个功课已经代表做完了 看到吗?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ssign 就代表已经有给功课 但是却你没有做完 那么老师我开进去 你就要开进去看 哦,在这里有一个功课 我需要按进去完成的 那么按进去完成了之后呢 哦,来,我们大概看一下 那么按进去完成了之后呢 哦,要看影片了,回答问题 完成了之后呢 你就需要mark as done 当你完成之后呢 你才会写mark as done 当然,你也是可以说 跟老师说,老师我对了多少题 像其他同学那样 可以吗? 好,老师我也是不明白 老师还有怎样可以自己看到 我还有什么功课 没有完成的 可以看在这里 view your work 按进去 view your work在这里,看到吗? 什么是assign? assign的意思代表 已经给你了 但是你却还没有做 看到吗? 已经给你了 你却还没有完成 这个叫做 看到吗? 可以看到view your work 好,这个是在电脑的 看到吗? 好,return的意思做 老师已经还回去给你了 这是return的 那么assign呢 是已经给你了 但是你还没有去完成它 看到吗? 那么我们可以自己来检查一下 到底有没有完成过 那么如果多数老师都会在这个Google form 就会有限制你 只能完成一次 那么如果你已经完成了 那么可能你就不能够再进去这个Google form的 那么这代表你是不能够再继续完成它 老师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老师已经完成了 可能,看到吗? you already responded 因为很多时候老师都会讲 只能够回答一次 看到吗? 那么这代表说你不能再回答了 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同学们到现在为止有问题吗? 好,那么老师 有的是我们需要attach我们的功课的 是吗? 是的,有的是需要我们attach我们的功课的 那么来看一下 在这里 这可能不需要的 老师来看一下 OK,来,这个是有问题 好,有问题呢 看到吗? 这个是question 看到这问号吗? 那么有问题的话 你就要写你的答案 哦,老师我看到之后我的答案是 1234567 好了之后你就按turn in就可以了 如果有什么东西要跟老师讲的话 可以在这个private comment这里写上去 好吗?老师来看一下 就有给你的一个功课呢 然后呢,要你叫你把它拍照放上来 所以呢,你就要需要在这里 在这里,your work这里assign 看到吗? 你就要add or create 找你的file 你用你的电话拍了之后呢 找你的file出来 那么就找你的file呢 你就把它upload在这里 这个是使用电脑 老师之后会再录制另外一个影片是使用电话的 但是方法是一样的好不好? 方法是一样的 任何一个东西 我们只需要upload上来就可以了 好,那么同学们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老师希望你们 OK 好,老师希望你们按turn in就可以把功课交上来了 可以看到吗?不要没有交就写mark as done 除非你已经完成了 这个是google form的问题 那么你已经完成了 你就按mark as done 老师来多一个例子看一下 就是这个google form的 我们看assignment 你完成了这个google form 就按mark as done 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么同学们 我希望你们明白 那么以后呢 可以常把功课 你们的功课都交上来 都能够顺利的把功课交上来 好,谢谢大家